第17题,17题18题是题主,一N将三根棒形磁铁排列成一磁线,ABC柱EF分别为三根磁铁的磁级,他放上压克力板后,在压克力板上撒铁粉并轻敲压克力板,结果铁粉的图样呈现如下图,他发现磁铁A端会吸引磁针的N级,请回答下列第17题到第18题。 第17题是问,若将它磁针放在图中B点和C点之针,则磁针N级的受力方向为何? 我们知道磁场方向就是N级的受力方向,就是N级指示的方向,就是磁力线的切线方向。 我们的A端会吸引N级,所以A就是S级,那B就是N级。 这个磁力线相连表示互相信,所以这里是S级,这里是N级。 然后我们这两边又互相排斥,所以这边就是N级,另外这边是S级。 那么我们把磁针放在BC之间,我们的磁场方向就是我们的N级受力方向,就是磁力线的切线方向。 那么右边是S,左边是N,所以我们的N级受力会被吸引朝向S,被N级排斥朝向我们的右方。 所以呢,我们知道地磁机体问说,则磁针的N级受力方向为何? 我们答案选的是C,一个向右方的箭头。 第二个选择的Best